歡迎光帥 鄉親熱情相挺 還有兩位表姐都來打氣 侯友宜參拜天母三玉公 也陪小姬充選擎 頭一時間正進行 藍白和幕僚會議 雙方能否深化合作默契 所有的議題 我們都不用設限 大家一起團結 齊心齊力 好好的做好溝通協調 大家既然要合作 為尊重柯文哲的不同的聲音 再強調媒社前提 藍白和協商前 美麗島最新民調曝光 在撒卡都情勢下 賴清德支持率37.8% 國民黨侯友宜22.4%排第二 柯文哲則以20.8%位置第三 對比上次10月5號公布民調 侯友宜成長1.6%逆轉柯文哲 千層追擊北中南一直到11月 已經規劃五場大造勢 當然我們這一次的一個造勢 就是希望在月底把民調衝高 我們相信居成的實力 我們只要一發揮 我們的所有的部隊 地面部隊動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民調還是會往上衝 用相對拿手的陸戰 拉抬身勢 但若和柯文哲辯論之後 再比民調被認為 可能畏居下風 如果說不是那一種 非常那一種激烈那樣的一個 彼此互相交叉結問的 這樣的一個辯論方式 如果辯論的形式 是類似像那種政見會 那其實對於口才獲取比較不好的 侯友宜而言 其實沒有多大的差距 學者分析 要看辯論形勢 不見得是侯友宜弱勢 求穩也要求加分 TVBS新聞畫上 楊佩玉台北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